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剧都是以古代各个朝代为背景的,比如十几年前就火热了整个大江南北的环珠哥哥,就算是到了现在,我们还能在暑假看到他的身影,还有一些就是狼牙榜,铁齿童牙纪小兰和康熙王朝等等的,但是有一些细心的观众就会发现,似乎我们很少能看到元朝的电视剧,这是为什么呢? 答案说出来你可能不信,就算是我们所熟知的《以天图龙记》《射雕英雄专》,这只是一些武侠小说改编的电视剧,虽然是以元朝作为整体的大背景,但是其中涉及到元朝的历史介绍却是没有多少的,也许我们看到比较少的元朝电视剧的原因,有以下几点,第一,元朝的版图过于红档,电视剧很难将其表现出来, 成吉思汗与他的子孙后代一起创建了蒙古帝国和四大汉国,其中所拥有的版图可以说是前五古人后五来着的,根据历史资料的描述,当时的版图大概达到了三千万平方公里,目前我国的版图面积有多大? 我国的面积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,也就是说当时元朝的面积大约相当于现在三个中国,而且蒙古族之所以能获得这么大的版图,全是用骑兵打出来的,要是电视剧要排这样的场面,资金耗费需要多少,总成本需要多少,相应的回报率肯定是没有其他类型的电视剧那么高的, 第三,元朝的巨大版图全是靠战争打出来的,可以,说元朝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着杀戮和战争的历史,这样的历史从社会层面上来说是应该加以回避的,而且就算人们在观念上可以接受这样的电视剧,那么元朝本身的历史也是没有其他实质的内容的,而且要是将这些血腥的战争场面表现出来,很容易就会形成一个闯化蒙古族的局面, 这样是会影响民族团结的,第四,元朝是由蒙古族人来进行统治的,在元朝灭宗之后,实行了一种类似种姓制度,汉人在其中只能排第四种,基本的权力都不能得到保障,这样的内容要是拍出来的话,那不是影响社会和谐吗? 而且当时的元朝统治者并不会进行合理的统治,在汉人的土地上依然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统治,就连地方上与百姓接触最多的地方官员都不会汉语,这样的场面要怎么排出来? 而且我们都看过抗日神剧,当你看到一群日本人都在说中国话的时候,不觉得很辩论吗? 要拍元朝的电视剧,众星还是会放在蒙古族身上的,那你觉得这部电视剧是用汉语好呢?还是用蒙古语好呢?用汉语的话,不会显得不合情理吗? 所以,平常我们都很少能看到元朝电视剧,就是因为上面的几个原因了